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仅仅是有一些好玩还有这些功能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一定是它解决了一个什么实际的一个功能 就是实际的人们一个更广泛的这样一个需求 它这样才能活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茶和咖啡这两个就解决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现在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提神 但实际上它那个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 所以我就现在先分别讲一下 然后就茶 为什么茶能活起来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实以前的这种 在中国之所以茶能活起来的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就像这种茶马这种贸易 什么意思 就具体来说就茶叶 它从健康的这个角度上讲和咖啡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咖啡的话就比方说咖啡豆对吧 它里面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少的 茶叶就不一样 茶叶的话它在整个种植呀 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相当于一种植物 所以它里面其实是含有一些维生素C呀 还有维生素B呀 简单来讲就是茶叶它有点 它除了它的提神的那个茶碱那一部分以外 还有它的很多功能其实是来自于它的这个维生素 所以这个时候这就 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茶马贸易里面这个东西会起来 就是因为在比方说北方呀 还有这个西北这个方向有很多这种游牧民族 然后当时在这个游牧民族的里面 它经常没有这种自己这种种植的这种基础对吧 它没有办法去种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它就也需要它你想做的游牧民族 它可能主要吃的就是什么牛肉呀 什么喝些牛奶什么 但是这些里面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需要补维生素 那怎么补最方便 其实就是通过茶 像那种茶砖呀 还有很多那种以前那种茶饼 在这个从这个整个这个江南 然后过来 然后经过这种陕西的这个相当于一种加工 然后再消到这个西北这个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以后 它们就可以极大程度上的相当于 从某种上来讲相当于他们吃的一个维生素片 就除了提神这个功能以外 还有很重要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维生素供应的问题 尤其是那个维生素C 维生素C的话 这个东西是对于人的这个坏血病呀什么的 以前可能就讲过 维生素C最好就是叫最早那个名字就叫抗坏血酸 就是说海洋如果出去做海洋的这种贸易啊什么 他们就需要去搞好多那种橙子 就以前就是这样子 他现在搞那种橙子和柠檬这些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吃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补这个酸 实际上在那个游牧民族的话 他同样有这种需求 他也需要吃一些维生素C 但是没有其他的方法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茶叶就可以作为一个维生素C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 然后去呃 运到他们那边 所以其实 所谓一种茶马贸易 那么他们当时这个为什么能搞起来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 这种叫做刚需吧 就相当于在游牧民族有这种刚需 那他这样也就可以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战略物资 比方说这马匹啊什么的 就交给这个 通过贸易的形式交给这个中原中国的这些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下 我就觉得实际上茶叶之所以能够有兴盛 还是因为有这个很大的需求在这儿 然后有很大这种利益 就是你要打仗呀什么 你需要马呀 还有需要一些毛匹啊 那些郁寒呀 对吧 有这种需求 那有这种需求 尤其北方人 又不在游牧民族这个范围里面 他就有这种需求 那这个需求就相当于通过贸易的形式 这样组合了一下 然后最后解决的问题就是 这边的人既有战马 就是说中原的人既有战马 然后还有一些 毛皮啊 毛皮啊这些东西可以预寒 然后这个北方的这些人 然后就是这种有牧民族这些人的话 他就可以通过有这个茶叶 然后其实向来补充了他这个维生素 所以说他就可以更好的在各种环境下生存 这样他在迁徙的时候就不会说 因为身体的缺维生素 尤其是以维生素C为典型的这种维生素 造成这种身体的这种机能这种低下 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茶叶 其实在我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对茶叶啊 这种什么咖啡这个分析里边 没有点出来的一个非常实质的原因 这是因为有这种需求在 所以说他才造成了这个茶叶的话 就相对来说啊 我觉得在兴盛的时候 他这个就有很长的这种贸易的历史 就是因为有这种维生素 他作为一个刚需 对 嗯 这个是茶叶 然后为什么说又说到咖啡呢 其实这个咖啡的话 嗯 啊为什么就是在欧洲还有美国啊 这些东西咖啡他能够搞起来 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 嗯 首先最早的是什么呢 最早就是说这个是呃 咖啡这个东西最早实际上是欧洲那边发现的 那个当时他当时啊 不是发现 不是欧洲发现 说错了 是那个非洲那边发现 非洲那边当时就是一些土著的一些部落人 他发现这种咖啡豆油 他吃了以后 哎呃 有很强的会这种 会让人这个极度兴奋 然后就是产生了一些这种很奇怪的 有时候 兴奋过头可能还会产生幻象呀什么的 这种情况 那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然后就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哎在当时的呃 那个像在那个圈子里面就作为一种就是那种乌乌一呀或这些人他使用了一种饮料 然后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呃变快 然后同时产生一些有点 有点简单说有点置换剂的这种效果 然后产生这个东西以后 他的这种就可以和其他人在很多沟通的时候就会显得更神奇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慢慢从那个地方开始 就是作为一个有这样的需求的东西然后起来的 那后来的话又通过贸易的形式 这个东西去了这个从呃 非洲这边然后去了这个欧洲欧洲这边他之所以能够兴起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刚需 就是在当时那种很多商人还有很多的一些牧师 很多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 就慢慢的朝一种更多的使用大脑的这个方向发展 对所以他们在使用大脑的话 那你就大脑容易疲惫 那怎么那就是想个办法提神呗 就比方说像啤酒这些 他就没有这种提神的效果 其实在当时很多有那种酿酒呀 这些工业早就已经发展起来 但是在这个咖啡这种提神的这个需求上是没有这个产相关的产品的 而且就是除了英国以外 其他的欧洲的地方都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进口这种茶叶这种这种通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他们那个量是非常少的 但是如果他们直接从咖啡这边搞起来的话 就可以更好的解决 他们这个相当于也是一个港区 就是怎么对抗这种困倦 其实这也是现在咖啡的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怎么对抗困倦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过来以后 通过这个贸易就过来到欧洲 然后整个这个慢慢就开始兴起 然后开始搞起来这种咖啡的这种文化 然后进而最后随着欧洲的人 然后比方说去那个美洲 然后相当于这种开发这种新大陆 然后有这么一个这个过程以后就 嗯 现在开发了这个美美洲以后 然后接着其实在当时因为美国和英国的这个关系还是要更近一些的 毕竟是主要是呃美国作为一个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但是因为有当时那个比方说这种茶叶的很多贸易是过来以后就是这个茶叶就有点类似 在这个尤其是欧美就和这个英国绑定的比较比较这个严实一些 或者严密一些吧 那在这个情况下就相当于美国的人一种爱国的情怀 就是我们不能吃这种茶 我相当于相当于一种我们既然要独立对吧 就美国人还是觉得英国这个我们自己发展挺好的 英国你这个凭什么榨取我们的这个呃这种受益对吧 所以作为一个殖民地他就想独立 那独立的话 那就比方说一个标志的事件 当时就是一种波士顿 就是美国那个东边的一个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 然后就搞这种清茶事件就把那个英国那些茶就直接倒在海里了 对实际上相当于和这个通过清茶这件事情表示和英国的这种这种这种决裂 所以这因为有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茶的消耗就降低了 然后这个时候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啊 就刚说的其实过过去的很多人做纯体力劳动还是比较少的 更多的是这样一些就比方说一些创业想创业的这些人 或者说因为一些犯罪犯罪需要被流放的 其实很多人也是政治犯说白了 所以在这个都是对脑力消耗比较大的这样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咖啡就说这种就是提神的需求 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杠需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找一个茶下降 就要找一个替代品 就把咖啡相当于也提起来 这样就把这咖啡这个文化就从欧洲更大程度上就开始蔓延到 整个美国 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茶叶和这个咖啡的这个发展的文化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完全的两支不同的文化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这两者可能会往一块 尤其在中国比方可能会往一块走 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就吃饭 那已经不会说什么吃不了维生素什么之类的吧 可能更多的是说怎么去用脑呀 或者说怎么去做这样的工作会越来越多 就存体力的很多的这个工作会慢慢慢慢降低 对吧 虽然很多机器的出现呀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这种 我觉得未来可能咖啡的一个需求 还有这个茶的需求都会上涨一些 但是我觉得咖啡可能会长得更快 因为咖啡里边那个就是提神的那个功能的话 它要其实要强于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个就是说这种功能上来讲的话 咖啡的这个提神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看很多的这咖啡馆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现在在国内 包括之前讲过的瑞幸咖啡什么的 其实它都会会发展的会快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提神的需求变了 但是随着未来这个走向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趋势来说的话 肯定咖啡还是会走的更快一些 从这个消费这种途径上来讲 对这个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然后可以看出来这种 就是所谓的一些很多这种独特性 还有其实很多都是在一些人的这些基本的一些需求 就是从这些需求上 然后慢慢发展出来的很多一些一些文化呀 为什么要干这个不干那个呀之类的 所以说找个人的一种自信的很大的一个 或者很重要一个方式 就是去把自己的这种成长这种脉络 然后找清楚摸清楚 然后通过一些历史的根基 然后说你为什么比方说吃这个东西不吃那个东西 对吧这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说好像自然而然的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种文化 容量就会上涨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 尤其是那种茶的这种文化的 英国也有很多 就是说这种疫情就是像一个茶点呀 就是很多甜点呀 然后就你这一边是喝茶 然后一边还有很多这种各种不同类型的甜点的呢 就这其实也是一种传统这个文化延延续过来 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化可能慢慢会越来越少 就像现在其实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会喝咖啡 在英国来讲的话 我看到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 统计数据吧 简单说就是英国的咖啡的这个量还是很很大的 而且在增长的要快一些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 就是是一个相对来说今天想分享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嗯好 拜拜